当初最早的一个初衷 其实就是要建一个西万小学 来了以后 其实我们当初也吓了一大跳 遇到沙尘暴 于是在到了晶园以后 漫天黄沙 老百姓家里面看了一下 确实他们的条件也非常坚固 非常穷 所以我们想说 能不能从源头上 从产业上 能不能帮助老百姓做些啥 然后这十年过来的话 我们把这里的生态 从之前的黄土高原 现在变成了青山绿水 我们还是觉得值得 蒸蒸誓言 山海为正 八零后厦门企业家陈宗平 在宁夏雇原市京原县 扎根十年 他和原宁专纪人才 对两百多种 六盘山特色珍稀苗目 进行研发 引重 扩繁 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打造苗目产业龙头 作为雇原市首家 登陆新三板的企业 实现了雇原地区 在资本市场零的突破